台中一位严性女子平时不间不久 身体也没有不适的症状 而在中国健检时也发现了幼肾有肿瘤 当时医生只建议她追踪 因为不放心 所以趁着过年回台检查 才发现肿瘤半年就增长了有五倍 恶性肿瘤的几率也偏大 因此透过了大温西手术切除 三天之后就正常出院 医生表示 无症状的肾脏肿瘤病例是越来越多 所以民众要养成健检的习惯 才能及早治疗 局者简报向台中这位严小姐来说明病情 透过断层扫描图发现了幼肾有肿瘤 半年就增加了快五倍 大约3.6公分 恶性肿瘤几率大 因此透过达文西手术切除 术后三天就出院 她不能够做穿刺 但是CT检查出来的时候 是看肿瘤的边缘是模糊的 那这个她就百分之百二十个好的 对 那处理后目前伤口还会痛吗 伤口不痛了 在手术前的这个电脑断层已经太大了 而且占据整个几乎五分之四的这个肾脏的中心 所以已经没办法做局部切除 那假如再早一点半年前应该是可以的 严小姐强调 平时都不研不久 身体也没有不适的症状 在大陆检查发现有肿瘤 而当时医生就只建议她追踪 因为不放心 所以过年返台之后 又来到医院检查一次 才惊觉是恶性肿瘤 而医生表示 肾细胞癌约占恶性肿瘤的百分之1.33 后发年龄大约在50到75岁间 而初期并没有明显症状 所以就叫沉默杀手 大部分都要转移 或者是她的肿瘤已经非常大 十来公分 或者是她造成血鸟 那你要在更早期发现都要靠健康检查 你摸也摸不到 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所以你假如没有一些常规的检查的话 很难去发现这些 医师强调 有效的预防就是要避免抽烟 并且减重 三餐均衡饮食及微律的作息及运动 最好定期安排健康检查 不然等到出现了血尿疼痛 以及明显的腹部硬快时 就可能已经进展到了中管期 要康复就更困难 这里讲台中 西方道